好,带大家来关心110年递假税缴纳期限直到11月30号 还没有缴款的民众要尽快前往缴款 以免超过两天就会开始被加征质纳金 如果税单遗失的话,可以向地方税务局 以及13个乡镇市公所或者是用电话申请补单 也可以用网络或者是手机线上来缴款 请民众多加留意 110年递假税缴纳期限直到11月30号 如果没有缴款的民众,每超过两日就会被加征质纳金 如果超过30天没有缴款 还会被移送法务部行政执行署来强制执行 递假税11月份开征 缴纳的期限即将在11月30号截止 超过缴纳期限,每两天就会多收1%的质纳金 超过30天以上还没有缴纳 最高会加收15%,同时将会被移送强制执行 另外和乡亲说明地价税它是地方税的一种 那是以总归户的方式课征 所以您在花莲县所拥有的土地是合并课征地价税 也就是说只会有一张地价税缴款书 地方税务局表示如果税单遗失可以赶快申请补发 那如果您的缴款书遗失或者是还没有收到 都可以像花莲县地方税务局以及玉里分局来 零柜申请或是电话申请也可以网路申请补发缴款书 那同时本县的13个乡镇市公所也都有提供补发缴款书的服务 那乡亲朋友可以就近来申请补发 如果有地价税的疑问或者是缴款的问题 可以向地方税务局电话查询 以免全益受损 电话是03-8226-121分机182-187 介络会幻市报道